大家看吧 现在就是台湾的小区的垃圾分类 它分得非常的细 你看 这个老百姓 他丢这一包的话 他又告诉里面有玻璃 他是怕工作人员 或者是意外受伤 然后纸箱 纸箱的话尽量把它拆开来 折叠节省空间 然后的话尽量的 好像喝了牛奶这些洗一下 这样比较好 这样不会臭 看吧 然后 就一定要分类 而且这是个很老的小区 老小区看到没有 纸类 铁罐 然后宝特瓶 这个就是 就像那个维波呀 就像外面拆的那些 就是 这个这怎么讲 保鲜利笼 保鲜利笼之类的 然后的话 这边的话应该是厨鱼桶 你比方说吃了剩菜剩饭 因为太油也不能随便倒下水道的 因为怕那个引起堵塞 这个就是厨鱼桶 他们的厨鱼桶都洗得很干净 几乎都洗得很干净 没有一点的臭味 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普通垃圾 普通垃圾 然后你就直接丢下去 下面有一道门 如果到下午的话 垃圾车会定时定点的来 来收垃圾 看吧 他有告诉你时间 什么的 厨鱼 果皮 菜渣 剩饭 过期食品 就放厨鱼 他有告诉你这些归类 就是一定要分得清楚 习惯就好了 就是习惯就好了 现在上海那边也开始这样做嘛 这样不错啊 这个的话 这个是废弃的电池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不能乱丢 看到吗 然后的话 这个就是工作人员打扫的一个区域嘛 放手套呀 那个拖把呀 扫把之类的 然后这边就是衣物 你要丢衣物的时候 你也一定要洗干净 洗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放在这边 再回收 这边的话 就是一些小玩具 小朋友的不要的玩具呀 什么之类的 就是 也算可回收了 看到没有 差不多时间到了 都这样 一定要包都干干净净 我们到任何的味道 对面也是 所以说我今天特地出来 开这个垃圾呀 垃圾回收车 因为很多大陆朋友还想了解一下 台湾的垃圾是怎么回收的 像这个的话 也是楼上也是小区呀 就是 看到没有就一定要分内 要分好 这个写得很清楚啊 因为你不分好的话 然后就比较麻烦了 而且抓到会罚钱呢 看到没有 除以饮料请倒掉 你要先倒掉 比方说湿湿的一些饮料 你就倒掉 不要说留在瓶子里面 再给人家回收 最好是倒掉之后 然后把瓶子洗一下 再回收 是这样的 像这些一定要绑好 缩小空间 这是必须的 不能乱七八糟的 一定要整理好 像这些的话 提前就要分类好 看到没有 食物 这一包是食物 过期的面包啊什么的 然后上面是那个塑料 塑胶 然后纸 然后就是要这样 整整节节的这样摆着 回收这样才比较方便 节省时间 不会给下一组回收的人 增加太多的麻烦 像对面的话 也是一个小区 你要看准时间 然后把这些垃圾 全部堆在门口 分类好 垃圾车来的时候 这样比较快 也不会耽搁垃圾车 太久的时间 这个就是普通垃圾 纸啊什么的 卫生纸 对面是用车子推出来的 一定要整理的好好的 等待垃圾车来收 看吧 除鱼 回收 普通垃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不吝点赞 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